本地转售组屋价格第二季再度攀升 从上一季相比增加了1.3个百分点 达到2.9% 房地产分析师指出 受降温措施影响 转售组屋的供应下跌 需求却继续上涨 导致组屋转售价上升 而私宅的价格虽然继续上升 不过增幅却连续七个季度放缓 记者聂国威报道 建屋局公布的最新预估数据显示 组屋转售价格指数攀升到179.9点 增幅进一步扩大 房地产分析师认为 第二季的组屋中位数溢价 也会上升40%到50% 数目介于3万到3万2千元 预计转售价要到第四季才会趋缓 政府推出这些降温措施 它是有它一定的效应的 不过美中不足的就是说 这些措施也间接影响到 很多在转售市场上面的买家 打消了这个卖房子的念头 为了增加第三季的组屋供应 建屋局将在8月推出剩余组屋销售计划 在计划下 一些组屋的地点将在成熟组屋区 在私宅方面 市区重建局公布的预估数据显示 第二季的私宅价格指数上升1.9%到202.8点 比起前一季度的2.2%稍微放缓 核心中央地带的非有地住宅增幅最大 达到1.6% 郊区的非有地住宅增幅则从3.1%下滑到1.6% 上个季度你的确发觉到很多开发商把很多这些所谓的郊区的这些99年的大众楼盘都推出来 所以一下子推的太多就有竞争性了 那个消费者就是购房者也选择也多了 所以这种情况之下价格就可能比较稳定下来了 分析师认为这股趋势将延续到下半年 私宅价格将进一步趋稳 好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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